农历新年将至受到疫情及居家令的影响 安大辽省华裔居民今年需要居家过年 而大多伦多地区华人超市的老板表示 今年的年货销量不景气 较去年相比下跌了三分之一 虽然安省这个阶段的居家令将会在2月11日结束 但届时政府是不是会将居家令戒期再现 目前还是未知之数 疫情下大家走访亲朋戚友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对于年货的需求也都随之减少 在华人聚居的曼锦市有超市老板表示 该超市在近期上市的年货既有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也都有本地制作的 品种和往年相似 但从目前的销量情况来看 销量并不理想 他分析说 受到居家令的行制 民众今年的春节没办法跟往年一样 上门和亲朋戚友拜年 加上疫情导致经济不景气 一些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 导致消费力大减 去年第一次封城期间 到超市购物的人会将整个购物车堆满 但现在这种情形已经不常见 消费者在购物时折省了很多 价格贵的商品买的人也很少 很多人都会选售价比较便宜的商品 最明显的结果是 价格比较贵的进口水果销量不佳 密西萨加市一家华人超市的老板坦然 今年完全没有过年的气氛 每个人都减少外出 大家每次外出都佩戴口罩 即使去到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 亦都是速战速决 大家无办法在无精神的压力前提下 购物和走坊亲朋好友 他还指出 由于本地销售的连货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受到疫情的影响 超市订购的货物无办法准时到货 拖延的时间最长达到三个月 这个对超市连货的销售行情带来负面影响 有调查显示 在政府的补助下 消费者收入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他们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 每次购物都会尽量采购足够量的食品和用品